LAYO流世紀 TDNL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酷曼人對上 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T3冠軍邀請賽 好 很久沒有看到這張地圖是長生之處 那稍微先介紹一下地圖 那長生之處呢 一開始有圍牆 那這個圍牆是由木牆所製成 那酷曼這個文明呢 比較特別 他的木牆是血量比較多的 但這邊初時看起來還是在200D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封建室代開始才會變成333D 因為酷曼人本身是沒有大師槍的文明的 好 那兩邊呢 都是一個像是競技場類似的開局 那一樣呢 會有這個野豬跟路可以做實用 那外圍的部分呢 跟阿拉伯很像 也有這個野精 野石 那外圍只有少量的木區 可去伐木 那中間這個地帶 如果兩邊都挖串的話 很容易就會遇到對手 那你就沒有安全的木區喔 這一點打到後期 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文明的部分 酷曼人是 在封建時代 就可以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直接開農的一個文明喔 那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清查寶兵 這個馬工單位 配上自己的遊俠阿 或者是草原騎兵大洛馬 都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組合喔 那酷曼人的封建時代也可以造衝車 去攻城敵人喔 但是不太常見 也不太建議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是選擇了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呢 是選擇 他這個土耳其人喔 挖金速度是比較快速的 再來就是他的馬工鞋量也是 遊戲裡面最多馬工的文明喔 那土耳其人的後期呢 主要還是打這個火槍兵喔 他自己的寶兵 土耳其火槍兵配上火炮 那火炮呢 也是全國系裡面喔 射程最遠的火炮射程喔 而且他的火炮塔也可以吃到這個效果的關係 所以火炮術在後期對土耳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科技喔 那土耳其呢 還有一個比較需要注意的重點喔 就是他本身的垃圾兵喔 是不太能用的 但是因為他垃圾兵沒辦法升級喔 這個毛兵 跟這個槍兵喔 都只能在一開始的階段 所以他的大落馬是免費可以升級的 而且遠方還多了一點喔 所以他有這個特殊打法 就是一升到帝王世代 樹地轉落馬一波 然後後面再轉火炮 火槍 紅神器的這種 一套式的打法 這是土耳其人 比較專精的玩家會這樣子玩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目前如果是我試圖的系列人 我看到對面選酷曼 第一時間就預設對方可能會是打一個 速身封建 然後上去打雙TC開農 所以如果是我遇到對手這樣搞的話 我就會預設他喔 一上封建時代開農 那我就會想要職程 然後去打這個寶兵 火槍兵射他一波 但是庫曼這邊很聰明喔 知道自己可能會被針對喔 所以提前出來喔 一上封建時代 然後直接前壓烈望塔 直接打了一個塔攻 然後加力補下城市中心 用這個塔攻攻勢喔 去爭取一些時間 讓對手出來的時間更晚一點 這也是現在庫曼人喔 比較常見的一個封建開農策略 邊農邊打 這也是比較難做到的事情喔 好 這邊直接圍房屋 想要把這個金框給圍起來嗎 直接挖 他沒有挖石頭 困在這邊石頭比較慢挖一點 那為什麼會比較慢挖 是因為蓋了一棟城鎮中心的關係喔 而且 所以 地的經濟也沒到那麼好 還要運作這個雙Tc的運轉 肉量 所以挖石頭會傷經濟喔 是一個 淺而 異見的事情 太容易遇到這種事情 你只要一挖石頭 就會 讓你的經濟非常慘 甚至會斷肉的客人 好 那圖曼人這邊很快速的 把上面 這邊直接圍好 好 下方這個位置 要不要再補一根劍塔呢 好 不補 直接在正下方的位置 沒有到靈環塔 但這邊圖曼人也 沒有很緊張喔 就是慢慢來 等到城堡時代 待會蓋下城鎮中心 蓋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才對 然後再去反制 不然就是要挖石頭 好 好 這邊 再偷偷挖金礦 結果 碰曼人看到這邊 再偷挖金礦 就一定在這邊再騎一根劍塔 好 圖曼人這時候已經來到640 待會可以直接在這邊插一根城堡 然後直接反制兩根劍塔給回去 好 這邊直接收村 但是土耳其人的清奇兵已經升級好 這直接變成了肉馬的升級 OK 這邊直接反制回去 殘血收到城堡裡面回血 好 剩下的劍塔用村民去扁一下 好 劍塔直接手撕 沒有問題 清奇兵再出來 但血量很低 好 這邊村民能跑得掉嗎 赤猴出來醉一下 但是直接用全套扁死了赤猴 這個肉馬有點慘 好 火槍兵在這邊想要阻止對手回家 這隻火槍兵在這邊等就好 火槍兵再繼續過來 哇 結果被扁掉了一村 在這邊損失了一村 那目前村民殺菌已經打出來了 目前庫曼是五十四村 對上土耳其人三十四村 村民領先約二十村 這個村民差距有點巨大 好 但後面這兩隻村民還是往後走 順利的逃了出來 在後面蓋一棟房子 村民部分開始攻擊這個木門 木牆部分血量來到3333 這個血量加成 所以這個木牆是比較硬一點的 這也算是庫曼在這張地圖 藏身之處的一個優勢 木牆血量多 那庫曼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還有品種 這根劍塔最後還是要被拆掉 火槍兵直接把裡面的村民給打噴出來 好 後面這時候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這裡最有效的 克制對方的 這土耳其火槍兵的推進 就是插城堡 你只要一插城堡 對方沒法從正面打過來 就可以有效阻止對方的入侵 所以待會這邊 可以考慮插一棟城堡 或是在重要資源礦點 插一棟城堡 聳租礦區 但農田其實就還是 最好是不要被燒到會比較好 但現在這邊有兩根劍塔在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不太需要插到城堡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騎士在 隨時可以反擊回去 好 這邊拉了幾隻村民到了 下方 不知道幹嘛 這個數量 好像九村 感覺是要來蓋城堡 好 上方土耳其火槍兵 直接被收掉了很多隻 聖略也稍微招響了一下 兩邊騎士數量差不多 那土耳其人的騎兵 是不能升級的 所以這個土耳其人後期 通常都是打駱駝 不會打這個騎士 好 這邊稍微拉扯一下 不好意思 跟正一下 他的騎士是可以升級 好像記錯文明 記得有一個文明是不能升級騎士的 想說土耳其人這麼需要黃金的文明 還不能升級騎士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這邊直接拉了幾村出來 蓋城堂中心 但庫曼這邊的幾隻騎士 沒有辦法繼續阻止對方蓋 好 結果後方蓋一棟城堡 哇 被射到了幾村 這裡趕快收村 後面還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清茶開始慢慢產出 左邊的位置 礦材繼續挖掘起來 上方蓋用城堡 好 後方蓋這邊很順利的村民領先 八十九村對八十三村 但庫爾其人的村民術已經追上來了 反正落後二十村 現在只落後不到十村而已了 好 那這時候兩邊都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庫爾其人火槍兵還是有繼續出喔 庫爾其火槍兵還是一個很好用的單位 這裡薄下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能大會是以上帝王要點化學 轉出火炮來 去反制一下巨型頭司機跟城堡 那正面的部分 目前是用大路馬去探圖 看了一下 庫曼家 但庫曼家裡也沒有什麼變化 反正是很努力在工程這根城堡 這邊清潔兵按了非常多隻 這邊再稍微一下 唉唷 超點被鬧到墓區 這裡反應還是蠻快的 好 這邊升到帝王時代的庫爾其人 已經開始產出了火炮 火炮開始反制巨型頭司機 拆掉了一台巨頭 但是自己的清茶攻擊力很高 要來打火炮應該很快 反正沒有收掉 暴命的羅馬繼續在騷擾 但還好終究有動城堡 稍微可以擋住這一波的干擾 這波應該可以擋下來 土耳其人這邊守得有點極限 當然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聰明處反而是穩穩的 反超了庫曼 庫曼這邊3TC反而很晚開下的關係 造成他經濟非常不好 而且現在連二級伐木都忘記補了 反正是土耳其人這邊 是補下了守推車 還有二農二耳目 經濟來說非常的好 基本上沒有問題 待會就可以專心打架 如果要轉大洛馬的話 這個三級農可以考慮補一下 但現在不是補三級農的時機喔 現在還是要趕快拼起一下 騎士的鎧甲 還有這個防禦力會比較好一點 好 這邊修到月裡面有隻生魚跟生物 待會還是會被打噴出來 哇 撞到城堡 死了三隻土耳其火香兵 我有點虧喔 好 這邊現在土耳其人可以考慮的是 要轉成火炮素 還是要點精銳土耳其火香兵喔 然後這邊是選擇 直接轉一個大洛馬的升級 分種技術 還有馬凱 還有品種 沒有打算要先升土耳其火香兵的威力 跟血量 火炮素現在也沒有點 好 左邊 沒有再繼續進攻囉 反正是要棄手這棟城堡的樣子 清茶直接跑到農田區 看一下能不能抓一些村民 哇 還是抓到了一些 雖然土耳其人被抓掉了22村 但村民術還是保持領先 131村對上124村 兩邊村民術差距不多 經濟來說應該還是 土耳其這邊比較好 恩隆恩木有補下 昆蠻這邊很努力在進行工程 這邊大洛馬直接一出來 硬拆掉了 進行投資機 這邊工程失敗 哇 這邊即時轉出大洛馬非常好 好 直接扛住上方的正面 那下方這一波清茶 用土耳其火槍兵守住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土耳其火槍兵就是 盡可能的在家裡防守 然後利用自己大洛馬去機動性的去 防一下對方的騷擾 就差不多了 那 昆蠻這邊是有三級馬卡的關係 城中心打洛馬要打很久 這裡補了一棟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大洛馬直接衝到了庫曼家裡 庫曼這邊直接雙堡 出清茶 高處兩產當中 那土耳其人這一波的反打 會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現在要顧後面了 也要顧正面 那後面這邊要顧好的話 可能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或是直接圍死 或是再差一棟城堡 都是一種選擇 那幕區現在已經接非常監禁對手了 這邊其實可以插一棟城堡 或是插一根劍塔 我覺得插劍塔就差不多了 你插到城堡的話 對方很可能 用巨型投資機 輕鬆拆掉 那劍塔 這個投資騷擾 其實不虧 先插去正面騷擾 但是火槍兵一直沒有離開這個地方 正面的部分 拉兩台巨型投資機 三台三巨頭要來搞定對手了 大洛瑪繼續往前 這個地方快被挖穿了 不確定開稿試一下嗎 這邊大洛瑪的防護率非常高 2加2 3防還沒有好 3防好的話 你們防揮到7 那青茶的攻擊力也是7點 所以青茶怎麼射土耳其的大洛瑪 都是一滴血 這也是因為他沒有生到精銳青茶 精銳青茶 就算吃上去也是1滴了 8攻打7防 還是1滴 好 左邊的部分 擋住了騷擾 土耳其火槍變成正面 才再拉過來 這一波巨型投資機沒有辦法守下來 購買這一波的進攻 成功的守住了 土耳其的 騷擾 家裡目前沒有土耳其火槍兵在的關係 大洛瑪跟青茶直接來弄爆了這邊的農田處 好 那這邊土耳其人點下了精銳對火槍兵的升級 好 家裡拉了一些大洛瑪回救 用洛瑪來回救是一件很好事情 好 在這邊點下了三防 還有增兵技術 增兵的部分 巨型投資機大會還要再採一些 還有火砲 好 那現在應該要先採火砲 因為對方忽然現在有三台巨型投資機 好 出巨頭的話 目前可能還有被反制的啃 有火砲的話就可以安心了 但是現在對方的弱馬數量有點多 所以如果要擋住的話 可能要轉點駱駝 甚至更多大弱馬過來當肉盾 不然這一波的土耳可能會被包掉 但旁邊有城堡可以暫時收進去 所以暫時除了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點下了炮兵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遊戲裡面是寫炮兵 但我記得以前叫火砲術 翻譯好像有改過 好 這邊點下了 專瓦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OK 這邊大弱馬想要過來做個包抄 土耳其火香兵 想快收到城堡裡面 做個避難 但土耳其火香兵並沒有第一時間進城堡 反而是讓自己的村民們 進到城堡裡面增加一下城堡的殺傷力 這邊利用土耳其火香兵的血量優勢 慢慢拉打的回去 增到土耳其火香兵的50滴血 非常多 好 這一波工程 算是成功嗎 也沒到失敗 還是有機會可以拿得下來 西洋剩下1000滴 但青茶跟大弱馬後面又補了棍鹿過來 正面的部分 只用大弱馬扛住 這裡撒下了更多農田 這邊直接用大弱馬過去硬拆 拆掉了一台巨頭 唉唷 這裡看起來有機會可以守住了 退而千倫這時候頂下了2攻 好 庫曼這時候發現沒有點二級伐木 但後方又有一波大陸馬追了過來 好 火砲的數量還是被堆疊了起來 十四射程的火砲 哇 大陸馬直接衝過來撞農田 這裡有更多大陸馬過來回救 這一波攻防戰 土耳其人打得有點極限 好 但看起來還是守住了 好 這邊這根箭塔騎起來之後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 突然這裡完全沒有發現自己屁股已經著火 這根箭塔已經殺了21隻的村民 果然差一根箭塔的投資喔 CP值夠高 好 羅馬繼續深入農田區 雖然土耳其人的人口有點下降 但是軍力來說現在是土耳其人優勢 庫曼這邊被反打了回去有點傷 但是點下了二農二木 庫曼人最後把經濟還是補了上去 好 這根城堡能夠守住嗎 好 土耳其人這邊三攻也要升級好 庫曼人這邊二攻還沒有點 三攻還沒有點 講錯 還在研發當中 好 火炮繼續進攻 這裡補一棟城堡 果然還是要移動 不然這邊農田沒辦法守得住 好 這裡有更多大洛馬到了庫曼後方家裡騷擾 這邊部分大洛馬扛住了這一波的傷害 清茶現在打大洛馬的傷害非常的癢 後方火槍兵繼續輸出 但到洛馬的損失數量有點快 但除了些人這邊洛馬已經打出了優勢來 輾過了庫曼人正念部隊 庫曼人這裡沒有正念部隊 只能往後撤 火槍兵開始往前推進 開始擊殺後方清茶 射程有夠遠 準度有夠高 火槍兵就是這麼的強大 好 火炮術三台 來 繼續封城 好 這裡補下更多大洛馬到了前方支援 火炮術這邊偷打 唉唷 巨頭砸掉裡太火炮啊 那庫曼的巨頭有點準 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耗賽啊 好 這邊更多火炮跑了過來 好 左邊這裡中了蛙串 但是庫曼有發現喔 放了幾隻肉馬過來直接砍村民 這裡直接補馬 就要來直接進攻 土耳其人家裡的後方 哇 這裡再補一棟城堡 這麼狠的吧 好 大洛馬直接往後衝 追到了庫曼家裡的後方 還有一棟城堡 這裡洛馬沒有空好 但正面城堡已經扛不住 庫曼這時候打出了 GG 這一波打得有點... 有點忙啊 下方的礦場已經被庫曼挖完了 但正面有點扛不太住 大洛馬卡了非常多的傷害啊 清查這邊的打擊效果並沒有很好 你看這一坨只殺了26隻的單位 並沒有非常大的一個戰果 反正是土耳其火槍兵這邊 擊殺掉了69隻的單位 包含這個清查洛馬都喊在裡面 這個擊殺效率來說 這個清查傷害還是太低了 打這個薛曼莉清奇兵只有一滴血 怎麼打怎麼虧啊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土耳其人這邊拿下了很多勝利 因為大部分經濟科技都有優先點下去 雖然石頭量來說有點輸了庫曼 畢竟他自己的野石被挖走 但是其他的志願來說還是優於庫曼這邊的 雖然木頭有點少數 但沒有關係 因為土耳其的配兵組成 都是吃肉的 沒有吃木頭的 所以沒差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